大家好,我是Dan 在前后两次的网友爆料 Namgeo所使公司没有对第二次爆料对应的种种原因 在韩国对Namgeo霸凌争议的风向不是很好 而今天,D社报导了采访当时的同班同学18人 以及班导师两人的内容而登上了演绎新闻的热搜 以下是整理了一下D社的报导 爆料者A与B 各自像不一样的媒体爆料的受害事项可以分为 丢了自动铅笔 命令同学去买面包 持续的试报 使用同学手机购买游戏 强迫与同学对打 我们有试图联络受害者们 但是没有得到回复 所以我们采访了愿意公开全名或者是姓的20位举报人 然后公开了这些人的名字与姓 以下是同班同学们的采访内容 如果是成群结队的朋友就是混混的话 那学校生活就要一个人过吧 跟朋友们打成一片是有问题的吗 功课好的同学们喜欢聚在一起 喜欢运动的同学们喜欢在一起 性格差不多的朋友们在一起不是吗 我也是那样 主要也是那样 我们学校当时老师们的体罚很严重 根本就没有混混这种概念 持续欺负一个同学 真的会发生大事的 南修绝对不是欺负同学的那种人 喜欢运动 有同学跟他开玩笑也会笑笑而已 性格很好 所以朋友们很喜欢他 公开全名的学校班斗士也表示 谁吵架就会去劝阻的性格 虽然不知道爆料者是有了什么误会 但他绝对不是什么混混 很明确的可以回答 这个肯定是在撒谎 因为太傻眼我都想要亲自在网上发文了 然后如果橘子是命令同学买面包的人的话 同学们都会远离橘子的 我跟橘子有常常去卖店 命令同学 这消息马上就会传出 橘子反而会在这个学校被排挤的 爆料者们说的是不是这个 有同学要去卖店的时候 别的同学就会拜托他顺便帮自己买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甚至橘子也会帮别的同学买面包 说实话强迫对打像话吗 完全没有这个记忆 记忆中只有男生们会在教室后面玩摔跤 根本就没有谁命令谁 我只记得XXX与同学P在教室后面打架的记忆 我也看过P说 你给我出来后与XXX打架 在学校确实发生过 偷偷使用手机付款买游戏的事情 爆料者说的应该就是那个事件 然后接受采访的18名同学都回答了一样的内容 那个事件是P同学做的 而且还是偷偷使用老师的手机付款买游戏 应该没有人不记得这个事件 当时的班斗士表示 10年前来学校 班斗士就会收走所有学生的手机 放学的时候再还给他们 除非是有两个手机 要不然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玩手机的 两位同学也表示 偷用手机被发现的话会被没收一个礼拜 每天早上都会收走手机 只有爆料者跟男人没有交出 真的后期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谎话 这样造假爆料的话要怎么样澄清呢 大众们只会相信没有证据的谎话 应该会很冤枉吧 最后一年级时候的班斗士表示 我可以赌上我的导师人生 最起码在我收课的时候 班上绝对不可能有霸链 男具有很积极很开朗 又有争议感 因为他有争议感 有时也会被我骂 但他绝对不是会欺负别人的同学 我的证言可以随意使用 我真的很有自信 二年级时候的班斗士 因为已经退休 所以没有联系上 三年级的班斗士表示 男具有很喜欢帮助同学 功课虽然不好 但是人品真的是收到很多过程赞 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常常迟到 每次迟到 老师们就会罚他坐鸭子走路 但他从来都没有觉得很委屈 或者是反抗 非常听从老师们的话 到底哪个混混会这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班斗士们都这样说的话 应该就是真的吧 手机富卡那个是谎话的话 受害者其他证言的真实性 也太少了吧 我现在是第一次留言 但是我看真的有很多人是 希望男具有是霸凌而已 男具有也不是新人 出道都十年了 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不好的爆料 如果真的有什么的话 应该早就会被爆料了吧 甚至去年霸凌metoo的时候 也只有出现美谈而已 老师们可能不知道 学生们的详细情况 但是公开自己名字的同学们 都这样说的话 真的是有真实性 现在就要看看 两位受害者们的对应了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那些朋友可能都是 男具有的好友而已 应该要采访 关系不是很精进的同学们吧 班斗士怎么会知道 有没有霸凌呢 然后不要因为公开证明了 就要相信他们 对于第一社的暴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小学是 一般来说 爱斗们都是在 10 20出头的时候 就会出道 但是也有例外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平晚出道 也就是年纪很大的时候 出道的女爱斗们 RedRabEileen Brave Girls Brave Girls Girls Day Sojin Brown Eyed Girls Jaea Mirio Narcia Brave Girls Yujung Gongwon소년 Mia Brave Girls Minion 21 所以有梦想的人 不要怕自己的年纪太大 而不敢挑战 我也要 啊 还是不行 也不怕自己的年纪太大 两趟 上次 Zither Harp 我们都对不肯定